咱们今天 十里画廊这条路咱去转转 要不然咱们去玉龙河吧 到玉龙河这个桥上 咱们到那儿那就溜达溜达好吧 走 走十里画廊 咱们到十里画廊那儿就溜达溜达 那正好那儿有个桥 一会咱们把镜头给转过去让大家来看看啊 好我们到了十里画廊了 漂亮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的 叫桂林山水甲天下 你看看这山 这个景 它这处处都写着那有好景 其实它这景多了 我感觉它这个遍地那都是个景 除了那些比较繁华的商业街以外 处处那都是景啊 没景多了去了 两边都是饭店 这吃的喝的 还有停房车的 看看咱们这条街上 晚上停在哪 睡上的觉 反正咱也吃饱了 一大碗桂林米粉吃了我这个秤 到晚上看看有没有卖熟食的 弄一点小熟食 差一点小酒 不行晚上咱就睡一觉了 晚上不走了 就在这个地方 咱们找个地 古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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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藤古藤 我记得我原来玩两个轮的时候啊 玩两轮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前面那个月亮湾那个地方 睡过 开过一次房 你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呢 它那个不属于正儿八经的一个酒店 就像那种小民宿就 自己盖着那样的房子然后装修一下 搞了搞了两件床 那样的房子也要一百多 我在那儿待过 玩了个几天的那个时间 我主要是为了 看那个什么叫月亮湾那个洞 因为那边有个洞嘛 主要那个洞好 每天呢在阳台上 哎喝上一壶好茶 看着对面的洞 我记得这个事啊 还是那一年 我父亲过七十岁 骑个摩托车环游中国 挑战万里行的 那就那个事 正好他从四川陕西那边过来 啊来到了这个桂林 来到了美丽的阳塑 就从那边住的 然后 带着他从旁边玩的 他自己骑这个 摩托车呀 附近呢就来去转的来去玩 这停车场大把 这不大把停车地嘛 太多了停车地了 但是我听说嘛 白天都没有人管你 到了晚上 会有老人来收钱 但是这个事吧 收的也不多 就是十块钱的事 哎就是他这有停车场 你往这那一搜索 还是不错的 还是能那个接受的 你现在看 咱要去享受 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环境 你怎么着 你不都要给 给人家买瓶水 对不对 挺好啊 这小风景啊 各个方面 对不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三儿啊 哎呀 今天 是雨过天晴的十里画廊 啊 我们要带大家来去走一圈 来去看看 我身后呢 这就是玉龙河 也叫做玉龙桥 啊 玉龙桥 咱们把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去 让大家看看 兄弟们看看这雨后的阳素 十里画廊 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美 非常漂亮 啊 好了兄弟们啊 看看这景多漂亮 哎呀 这个景 太美了 刚转一会儿 结果突然又下上雨了 我一看得啊 咱们还是回营地来吧 回营地啊 歇一会儿看那片 对吧 我们喝喝茶还是蛮舒服的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我都喜欢 也希望大家有空 能够到这儿来做客来玩啊 好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